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如這個圖 那O 圓O為平行四邊形 這個平行四邊形的內切圓 這個圓的話是平行四邊形的內切圓 那切點後面是EFNGH 那現在 他說V1等於3 V1等於3 這個V1等於3 然後CG CG是等於6 我們曉得這個是切線 所以這兩個 是那個 這兩個是切線 所以CF跟CG一樣 這個 就是我們曉得那個 圓外一點的兩條切線 是一樣的 所以這是6 也一樣 對圓外一點而言 這兩個切線是一樣 這是3 所以一個3與6 這6 6 這3 3 所以事實上這個平行四邊形是一個零形 好 那麼他問說 平行四邊形的面積領多少 那面積的話 我們底已經曉得了 所以我現在求高 高的話事實上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圓的直徑 遠的直徑 遠的直徑 好 那我們現在先看半徑看看 半徑的話我們曉得 因為他這個是零形 所以他兩對角線 他會互相垂直 兩對角線他會互相垂直 那既然兩對角線互相垂直 所以這個會是一個什麼呢 會90度 那會90度的話 所以這是一個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正三角形 那是垂線 所以我們就那個拇指三角形定 這個半徑叫R R平方法是等於這兩個相乘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個三角形相似 這個三角形呢 這個角的對邊3 除以0邊R 除以0邊R 所以等於這個三角形 這兩個角一樣 的對邊R 除以0邊6 所以我就曉得R平方等於3 等於3乘以6 也就是說 R是等於3 開根號是3跟號2 那半徑找出來以後的話 那兩倍的半徑就是高 所以他面積 畢竟是變成面積 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底 底是9 乘以高 高的話是兩倍的R 3跟號2 底乘高除以2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9 3 27 27跟號2 所以這一題的話 哦 他是問那個平移思念型面積 所以你就底層高就好了 不用除以2 不用除以2 所以是底層高就好了 底是9 高的話 高是那個2R 2乘以3跟號2 底層高就好 因為他是要算什麼呢 算平移思念前面積 算三角前面積才要出以2 所以這個等啊 這個是9 6 54 54跟號2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要選C